生活当中,不可避免会遭遇一些急发的病症,因为是老毛病不需要去医院但是又痛苦难当,或者距离医院太远,一时半会解不了疼,这种时候,知道一些小学位的急救法会大有必益。 胆脚痛VS阳灵全学,胆囊炎,胆结石发作时,右上腹常会发生剧烈脚痛,特别是在夜里的时候,被胆结石疼痛折磨得睡不着觉是常有的事。 持续按摩阳灵全学两分钟,可获良好止痛效果。 阳灵全学,阳指阳气磷指土堆,全是源源不断的意思,该学民一直胆进的地步精水再次大量气化。 现代常用于治疗胆囊炎,胆失症,肝炎,坐骨神经痛,下肢瘫痪,膝关节病变,肩关节周围炎,内肩神经痛,小儿五岛病等,配肢沟主治邪肋痛,配日月主治胆囊炎,配环跳,胃中,悬中等,主治下肢尾壁。 据报道,针刺杨灵全可使胆能收缩,但总管规律性收缩能促进胆质分泌,对奥迪式扩约肌有明显的捷径作用。 寻找方法,侧卧或阳卧。 杨灵全学位于人体的膝盖斜下方,小腿外侧致肥骨小头烧前凹陷中,疼痛发生时,在小腿外侧按压痛点。 基本就可以确定是该学位,心脚痛VS致阳穴。 心脚痛发作常伴有胸部压迫,窒息感,病情十分危急。 此时可手持五分硬币,用硬币边缘按压致阳穴。 每次按压三到六分钟,心脚痛即可缓解。 若每日定时按压三到四次致阳穴,可有效防止心脚痛发作。 致阳穴,致阳穴顾名思义为都脉经阳气龙盛之处。 该学有振奋宣发全身阳气,疏痛经血,力时热,宽胸隔。 安和五脏,补屑坚实之功,经过多年临床研究证明。 致阳穴埋原力针法可以起到疏通巨部经络气血,驱邪腹症,缓解疼痛的作用。 现在常用于治疗胃颈弦,胆脚痛,胆囊炎,隔肌颈弦,肺间神经痛等。 配阳穴泉,日月主治邪肋痛,黄胆,呕吐。 配心于,内观主治心律不齐,胸闷。 寻找方法,位于背部第七胸椎下。 病人服务位低头垂臂。 两侧肩胛脚下缘连线交于脊背正终点即是此学。 肾脚痛VS三阴教学。 肾脚痛是泌尿系统结石所引起的外科急症。 由于疼痛剧烈,患者苦不堪言。 此时,可用大拇指点压柔按三阴教学。 反复按摩三到五分钟,肾脚痛即可缓解。 三阴教学,三阴指足三阴经交是教会的意思。 三阴教学名一指足部的三条阴经中气血物质在本学教会。 本学物质有脾经提供的湿热之气, 有肝经提供的水石风气, 有肾经提供的寒冷之气。 三条阴经气血教会于此,顾名三阴教学。 三阴教学为实总学之一,所谓复科三阴教。 顾名思义,此学对于复正甚有疗效。 聚凡经期不顺,白带,月经过多,过少。 经前综合征,更年期综合征等皆可治疗。 又此学为足太阴脾经,足少阴肾经,足绝阴肝经交会之处。 因此应用广泛,除可健脾抑血外,也可调肝补肾。 亦有安神之效,可帮助睡眠。 寻找方法,在内怀间直上三寸,禁骨后缘。 女人善用三阴教,一,保养子宫和卵巢。 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,圣经当令之时。 用力按揉每条腿的三阴教学,各十五分钟左右。 能保养子宫和卵巢,促进任脉,毒脉,充脉的畅通。 女人只要气血畅通,就会面色红润,百里透红。 睡眠踏实,皮肤和肌肉不垮不松。 二,紧致脸部肌肉,使脸部不下垂。 如果想在四十岁之后,还能对抗地球的引力,保证脸部和胸部不下垂。 除了饮食要规律之外,还要经常在晚上九点左右。 三胶经当令之时,按揉左右腿的三阴教学,各二十分钟健脾。 因为三阴教是脾经的大补学。 三,调月经,驱斑,驱皱,驱动。 三阴教是脾,肝,肾,肾三条经络相交汇的学位。 其中,脾化生气血,捅射血液,肝藏血,肾经,生气血。 只要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,三胶经当令之时。 按揉两条腿的三阴教各十五分钟,就能调理月经,驱斑,驱痘,驱皱。 不过,要坚持才有效果。 四,改善性冷淡。 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,肾经当令之时,按揉三阴教。 提升性欲的效果最好。 五,调制肌肤过敏,湿疹,循玛疹,皮炎。 每天中午十一点,脾经当令之时, 按揉左右腿的三阴教各二十分钟。 能把身体里面的湿气、浊气、毒素都给排出去。 血压VS劳工学。 高血压患者因生气、暴怒或激动。 血压会急剧上升,引发头痛等症状。 严重时对生命有极大威胁。 此时,可按压劳工学。 以控制血压并使血压逐渐恢复正常。 方法为,用大拇指从劳工学按压时, 逐个按压到每个指尖。 左右交换按压,按压时保持心平气和,呼吸均匀。 劳工学,劳是指劳做工,是宫殿的意思。 该学名抑止心包筋的高热脂气, 在此带动皮图中的水湿气化为气。 劳工学五行熟火,具有清心火,安心神的作用。 用于治疗失眠,神经衰弱等症。 汗液为心火动心因,在手掌挣腾而出。 人在紧张,焦虑时。 手心出汗明显,在中医属于心神不安,心火妄动。 因此劳工和少妇学同时作用可以缓解出汗症。 寻找方法,在手掌心。 当第二,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。 握拳趋趾时中指尖处。 一说在握拳趾时无名指尖处, 晕厥VS和骨穴。 中暑、中风、虚拖等原因所致晕厥。 病人突然昏倒,不省人事,面色苍白,大汗淋漓。 病情紧迫,可用拇指掐捏患者和骨穴, 持续二到三分钟。 晕厥会很快消失,然后再去医院对症治疗。 河谷学,河谷学属于首阳明大肠经的学道, 是一个很重要又好用的学位, 因为位置在大拇指和食指的虎口间。 拇指食指向两座山。 虎口四一山谷,河谷学在其中因此得名。 具有镇静止痛,通筋活络,轻热解表的作用。 硬气不畏暴露易于取学,不受时间、季节等条件限制。 且操作简单,便于普及,疗效好。 在医护人员指导下,人人均能掌握使用。 所以近年来被大力推广。 寻找方法,一手的拇指第一个关节横纹正对另一手的虎口边。 拇指区区按下,指尖锁指处就是河谷学。 巧用河谷学。 如果有轻微感冒时,按摩左右河谷学个十分钟。 按摩完后再喝一杯热开水。 出出汗,感冒就可以缓解。 平常有鼻子过敏的人,可以常常按压河谷。 如果有耐心,持之以恒,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由于首阳明大肠经经过下牙营。 所以牙痛时可以先按河谷指痛。